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十年历史的香脆改良饼干 增加福州光饼 他们每天新鲜出炉五百到六百片饼 这些光饼都是纯手工制作 加上高温炭药烘焙 非常香脆的哦 内地和外地的人都喜爱的光饼可是非常的抢手 所以要买的旅客记得早点到咯 哇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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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急了 哇 还是热沉沉咯 Leslie 我有点饿了咧 你饿了吗 我也是有点饿了 摄影大哥 你饿了吗 我发现你很喜欢跟摄影大哥讲话哦 当然 你不是男的咧 你是男的就好啦 这样我们到底要吃什么鸡 不如我们看看饿航的好不好 好啊 来 美丽 你倒开了耶 谢谢你 哇 什么餐都有耶 对对对 不然这个再推荐这个咧 好 我们继续尝试吧 Let's go Let's go 财劲肉骨茶听起来好好吃 Let's go 哇 我们看到一桌的美食 现在我们位于Satia One的财劲肉骨茶 那我在跟着老板娘 嗨 老板娘 嗨 嗨 嗨 你可以介绍一下吗 可能说一下你叫什么名字等的 就是可能 谢太太 谢太太 好 谢太太跟我们一起就是 收拾了我们一些美食 可以大概介绍一下吗 就是可能哪一个是 这是我们的招牌 招牌 好 还有一个这个 比较特别的鱼部 它很像炒工宝 家里叶 好 可以 家里叶工宝 那这个呢 这个招牌呢 这个招牌是自己 喝穿的 哦 这个是秘密的 秘密 秘密 没有问题 那请问你可以带一下 就是你为什么会开始做这个肉骨茶店 还有谁会在这里帮忙你这样 首先是我跟我先生 打拼出来的 后来我先生过世了 就是我女儿咯 拍我咯 白手去讲 对 我看到你女儿刚才在煮肉骨茶对吧 哇 厉害 就是多门手艺 家族生意 家族生意 需要让他们接手一下 对 对 要一个接手 他要传承下去 对对对 传承妈妈的功夫 非常的好 好 我们 可以看久了 多少年了 30年了 1990年了 1990年了 所以来到台湾 真的是必须来这里吃 对 老招牌 老招牌 通常的味道是非常浓郁 对对 所以我们 事不宜迟开吃了 谢谢老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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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财餐 太好了 其实我很想尝试这个鱼 因为它很大条 看到的特别 很大 对 真的很大 它的口 而且它的鱼肉真的很好吃 对 它不只鲜 它是吃到 真的是吃到很精鲜的那种鱼肉 就是那种硬的 它的八腰很好 对 很特别 好吃 下一个就是它们的肉骨茶 巴生的我吃得多 现在吃Satiawan的肉骨茶 对 味道真的有点不一样 它好像加了另外一个香料在里面 对 这个是自家调配肉骨茶 味道果然是不一样的 比起巴生的 就是巴生的可能那个汤汁会比较滑 然后比较水一点 然后这个是比较浓 看起来都是比较浓郁 对 对 我觉得在马来西亚一大特点就是 你在哪里吃的肉骨茶都有不一样的味道 再配合也有味道 真的 再比那个不一样 如果是喜欢肉骨茶的爱好的人 真的是会适速去尝试每个地方的肉骨茶 好 那么多美食我也不跟大家多说了 我们先吃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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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时间到还不赶快下载Foodhunter 价钱透明化方便又省时 好 越吃越便宜哦 赶紧下载吧 Adeline 你觉得这里环境怎么样 我觉得还蛮美的 你不觉得这里很像那个海绝吗 对 Santorini 对 其实他们的感觉就是像是Santorini 到我进来的时候 可是它外面其实又有一个大鲸鱼 对 鲸鱼 然后又有很多花草树木 我觉得很大自然的感觉 我觉得这里还蛮适合家人 情侣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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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开餐咯 可不及待 你先吃这个 那我先吃这个 这个应该是家里鸡 可是他们的鸡是很特别的 你看 这个是日本家里 哦 日本 我觉得它的家里蛮不错的 而且其实它炸鸡的饼 是超级的脆 对 所以这里肯定一定要来一下 嗯 嗯 这个是不一样的家里的吗 这是不一样的 这是咸蛋 哦 咸蛋家里 不是我最好 我觉得是咸蛋 是吗 咸蛋 不知道我还没吃 鸡 鸡 不知道这个鸡也很好吃耶 我觉得你应该吃一下 它这个就比较 我觉得感觉上是比较甜蜜的食物 所以说它这个面 我刚才以为是 大概是一样 阿哥的鸡肉的味道 可是它的味道是 虽然也是有点辣 可是 它的那个 油 我觉得它吃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应该自己试 好 我们现在有口中 里面蛋了 大多的 哇 它的口中其实是 蛮满硬的咧 很脆 应该是 这个是很脆的 哦 哇 看来它看它不一样 嗯 嗯 它这个口中比其他的都 更加硬 更加脆 很脆哦 我觉得它真的很酱 嗯 好脆啊 OK 我们吃饱了 现在就是 女人都有第二个味了 Dessert 耶 就是for dessert 我们现在就看到 诶 这个其实是我自己 一直盯着它的东西 它其实就是 我们的lemonade 它的名字还是非常特别 叫Blueville Lemonade 就是 为了这间店 而弄出来的一杯 饮料特色哦 然后这个呢 也是我们非常期待要吃的 因为它用这个饼干 来做成的一个cake 它是lotus做成的 就是biscop cake 等一下我们也要尝一尝 还有这个就是普通的 咖啡厅都有的 cappuccino 然后还有这个就是 rose latte OK 那我们先试一试咯 开始 如果你和朋友啊 或者是跟家人hang out 你不知道去哪里的话 肯定要来这里哦 还有Satiawan 那么多美食 肯定要来这里 来一趟走走啊 看看啊 然后来这里打 最重要 对 嗯 还有我们Instagram也要更新一下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订阅 按赞 分享 打开小铃铛哦 记得记得哦 记得哦 后来我们的cafe之旅 我们今天现在也来到一个非常地道的美食 这一家番薯丸的地方 就是在我们的海天地火锅的隔壁 所以你想要找的话 你就可以停在外面 然后走进来 就会看到他们的道 对 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老板娘 她里面这个馅 就是之前你放这个里面 你是先做这个米粉 番薯 番薯 先煮熟番薯 对 然后再放 然后再放米粉 然后再放米粉 好 搅拌 再搅拌 好 好 你看老板娘这样搅拌 搅拌 感觉好爽 对 我也想试一下 把你拿捏 对 拿捏 老板娘还可以试一下吗 你捏 好 我先捏 我先捏 我也迫不及待 出卤 老板娘有没有说就是捏得越久 其实就会越嫩还是怎么 不会 就是只要均匀就好 均匀就好 这样子可以开始了 好 它捏到有一个弹性就可以开始 就是这样 好 好 那我们也一起搅拌一下 这样多 这样子够多吗 大概 大概 好 你想吃多大就做多大 好 你要吃大就搅大 这样子 就要放一点 这样子 还没这样粘是吧 这样子 这样子不拉 然后有 这样子是 来了来了 馅料来了 请问这个馅料里面是有什么呢 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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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肉碎 肉碎 然后觉得蛮光 蛮光味很重 我很喜欢 我以为它的形状很像就是包饺子那种形状 是的 我的好丑 是这个就像这样 不像这样 给我帮我拿一张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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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耶 刚才我们已经包好了 我们的番薯丸 对 现在终于出来了 我们的番薯丸粗米粉 粗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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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错哦 现在我们就要尝试了 真的真的 这个是老板娘 好美哦 跟我们一起包的 对 对 谢谢老板娘 看起来 他们的馅就是超级的满 真的 你看在包的时候 我已经有吓到 它的皮还是感觉到很Q 很东西 感觉到很QQ的 然后我听说老板娘说呢 他们的汤其实是用鸡骨来包的 刚才老板娘现煮的 真的很好吃 非常香 它就是 通常我们吃这种汤面 你很可能会吃到咸咸 或者是有味精的味道 可是这个不是 你一来尝试你就会知道 原来真的是鸡熬出来的汤 而且很甜哦 嗯 对 非常的甜 我们就不多说了 我们赶紧吃吧 好 我想进去吃了 好 我想进去吃了 耶 今天我们的火锅旅程 我们来到了海天地火锅店 那今天我们跟Cocklink一起 那Cocklink其实是 他已经告诉我了这间店 其实是他们家族生意对吗 对啊 然后就 为什么你们会想到开这个火锅店 哪里 对啊 因为这些都有人坐开 没有人开就好像超高的 然后我们就去看看 最大的汤底 结果越做越好对吧 对 我觉得他们生意真的是很好 对 因为他们的 rating也非常的高 对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里也是非常荣幸 因为我看到 其实你们的汤底是有什么特色 而且你想要推荐我们的汤底 嗯 我们是在这间店的汤底 我们是推荐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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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种汤 嗯 就是你们特别熬出来的汤 对 OK 那他们的酱料也是非常特别 是在外面找不到的 对 像桑巴 桑巴 桑巴 是桑巴 是桑巴 所以其实看他们的酱料 对 看他们的海鲜 都觉得非常的用心 真的 在经营 所以我是非常期待 看下他们的海鲜 因为他们说非常新鲜 对 所以我们是迫不及待想吃一次 真的 我们真的是很谢谢 我们开始咯 谢谢Cockley 谢谢你 我很喜欢它 看到它的鱼都懂 是非常新鲜 你看 哇 你试试看 是一股新鲜 对 有这个炸鱼 我也想吃一点 菜 这个你必须吃哦 这个是他们这里有的 两碗有的 对 我先试一下他们的汤 我先试一下他们的汤 发气地吃了吧 对 其实我很想吃他们的汤 很久 哇 他们的东样真的是非常独特 跟外面的完全不一样 因为可能他们的用料 还有他们不是那种粉状的 然后丢进去汤那种 你懂吗 那种滚开 然后你丢粉就可以了 可是他们是真的用蒸料来煲 熬出来的汤 这个好吃哦 这个好吃哦 这个以前我爸是叫我吃那个 整条鱼一起吃的 就是不用拿骨出来哦 我先试一试的 对 还是可以把骨也吃了的 给我爸爸吃了味道 现在我现在要放了这个 新鲜的虾 嗯 我从此爱上了喝清汤 好好喝哦 对 中央我们也试试看 还要猜猜 嗯 好今天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 STIA湾的旅程 我觉得这次呢 真的是不枉持有 因为我其实是第一次来到STIA湾 然后感触是蛮深的 因为跟KL很多东西都不一样 就是人啊 他们的日情啊 还有他们的食物 是很多都不一样的 那今天最让我难忘的肯定是 海天地的药材汤 因为他们药材汤 其实一开始我会觉得 应该是很咸的药材汤 因为那是我刻板印象 我是觉得药材汤都是咸的 然后一到那里我就觉得 哇 很香 然后嗅到那个味道也是 自己非常喜欢的味道 然后人呢 就是也特别的日情 他们也会非常的宽待我们 对我们非常好 还会一直过来问 你们还需要什么吗 有什么要加的吗 需要水吗 这样子等等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旅程 真的是让我觉得很开心 然后我希望日后 还可以再跟着节目组 到处的走 到处的玩 吃不一样的东西 还有去不一样的地方 可能去一些自己 没有去过的地方 就像我们的FuTunder App一样 Hunter在手 说走就走 哇这时候相信你也饿了吧 一点点啦 对 有一点点 摄影师你饿了吗 哇相信他也饿了 我也是觉得大家也饿了 我发现你很喜欢 我不可以再来过 所以 你 3 2 1 广告时间到 赶快下载 所以再广 广告时间到 赶快下载FuTunder 我们的价钱透明化 方便又省时 价钱又便宜 越吃越便宜 越吃越便宜 越吃越来 广告时间到 还会赶快下载FuTunder 所以再广告 还不敢 还不敢 sorry sorry 广告时间到 广告时间到 还不赶快下载FuTunder 不止 价钱透明化 sorry 方便又便宜 价钱透明化 方便又便宜 方便又便宜 方便又省时 又省时 价钱到 广告时间到 还不赶快下载FuTunder 价钱透明化 省时又 还不赶快下载FuTunder 广告时间到 还不赶快下载FuTunder 价钱透明化 方便又省时 还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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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赶快下载FuTunder